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这段时间,台湾立法院发生了几次肢体冲突 还导致民进党的一个立法委员被送医救治 大家对台湾政治中大打出手的场面并不陌生 那么这次的立法院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多大V频道已经做过详细的解释和阐述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语言给大家讲清楚这件事 首先大家要清楚的是,今年1月份台湾大选选出的113名国会立法委员中 蓝营的国民党占52席,绿营的民进党占51席,白营的民众党占8席 构成了国会三党不过半的格局 如果在野党的蓝白两营联手合作 那么在国会立法院层面就会形成压倒执政党绿营的人数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小说中的位属无三国鼎立 处于弱势的两方,也就是由被联合孙权去攻打曹操 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粗暴的比喻 因为现实的情况更加复杂 此次争议并大打出手的根源 其实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蓝白两营联手 共同提出了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第25条修正条文 包括五大方向 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立法院调查权及听政权 强化人士同意权 政府院长记名投票制 以及被认为最具争议的藐视国会罪 太具体的相信大家也没那么多兴趣去了解 我就跟大家说说 如果通过了此次蓝白阵营联手提出的国会改革法的修正案 未来在台湾会发生什么 首先就是大幅扩张了立法院立法委员行使调查权的范围 修法后 包括总统在内的台湾任何人 都有可能被叫到立法院去问话 那么你可能会问 他们会问什么问题呢 坦率地说 立委可以漫无边际地问你各种问题 包括商业机密 而你必须要回答 当你被询问 会提前五天通知你 五天后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询问 如果你被要求提供文件 你要自己找人 在五天内把立委们要的资料送达立法院制定场所 你可能会问 我有没有权利拒绝配合询问 如果拒绝会怎样 如果你不缴交立委向你所要的资料 你将被视为隐匿 会被处以一至十万元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是 罚款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 他们可以一次次要求你提交资料 你每拒绝一次 他们就会开一次罚单 直到你交出他们想要的资料 如果你问 立委如果泄露了我的个人隐私讯息 会怎么处理 告诉你 本法对于立委的泄密 没有涉及任何相应的惩罚规则 简单来说 这次蓝白阵营共同提出的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正案 本身就是将立法院立委的执法 变成了黑箱操作 同时无限扩大了其权力 制定法律的立委 可以找理由询问任何一个台湾人 并对其处罚 同时扩权的部分还包括 要求只要立法院有需要 叫你来开会询问 问你什么 你都照答照办 否则就是藐视国会罪 坦率讲 这在台湾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这种扩权 就是要求你随传随到 想要搞一个人 那么就可以每天传唤你到立法院 只要有一次你没到 就是藐视国会罪 立法委员本身是台湾公民选出的 就应该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 而现在反而是选出的立委 可以随意询问盘查任何公民 不配合就是藐视国会罪 更不可思议的是 蓝白阵营的国民党和民众党 怕被民众罢免 现在还打算修法 提高罢免的难度 这种法律适配到中国 就是制定出 私设刑堂的文革条款 立法委员比天大 可以传唤任何人到立法院问话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蔡英文或赖清德叫来 羞辱是逼问直播在全民面前 当然为了防止有人说 我是立场战队 挺民进党 故意说国民党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换另一个思路 所有的政治争执 本身都是意识形态和各党利益的争执 这没错吧 你当然可以说 此次国会改革只是一个引子 程序正不正确并不重要 法案内容正不正当也不重要 这些都是表面问题 没错 你往政治运转的本质去探究 确实如此 但是当你细细品读国民党提出的修正法案 你就会发现其中满满的中共价值观 比如高铁延伸到花东 让国民党可以在辖区内进行承包工程 不必考虑花东民众的诉求 只考虑推动国家预算 这就是国民党的意志和价值吗 再比如 藐视国会罪可以泄露国防机密和商业机密 这大概只有白痴才会让这种愚蠢的行为发生 又比如 提高立委罢免门槛 这就是确保国民党可以永远成为大党 不被罢免 你以为国民党脑子秀斗了 他们一点都不笨 他们是在做给中共老大哥看呢 再明白不过了 如果你还不明白 我们再看看西方的相关法律规则 美国国会一般只是对不确定是否有危害重大的公司或机构进行质询 比如Facebook TikTok这种新型的行为 检察院和法院暂时无判例的重大情况才进行质询 然后考虑修订法律 而英国的内阁经常受下院和上院质询的情况 也只是涉及重大问题 如国家政策预算和阁源任命等 个人是否有重大危害 有警察局和检察院调查和公诉 难道立法院要代替警察局检察院的工作吗 国民党和民众党这一次确实做得比较难看 立法程序完全一条龙黑箱作业 法案在通过前一天一直改了不知多少次 最后通过的时候 连国民党立委都不清楚完整法案是什么 其中条文因为没有经过讨论 瑕疵太多 根本无法准确定义很多新内容 更重要的是这个法案是会重新定义国会和总统权责内容 正常途径是必须修宪的 还要直面孙中山武权分立的陈年旧账 以及什么是总理责任内阁制 行政院长为什么要有备寻义务 因为明明台湾一直搞的都是总统制 总统才能任命行政院长和各级行政部长 而不是立法院最大 如果立法院要无端扩权 必然就要夺走司法和行政一部分权力 即使现在蓝白阵营强硬通过 以后最高院必然会有视线的法律挑战 到时最高院大法官也会卷入这个漫长的政治斗争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